饼干吃不完怎么办呢 现在可以为它来进行大便身 保证让它销物变得超好的 瞬间秒杀 来看今天的法兰西教室 不管是自己做还是外面买的饼干 吃不完放太久香味会跑掉 这个时候不妨动动手来个饼干大改造 一方面可以重新赋予饼干新的生命 二方面也可以增加香味跟口感 您瞧瞧这些经过改造后的饼干 是不是让人一看就很想来上一口呀 这个是饼干碎蟹 我们加上果酱 加上兰姆酒 那你现在把它捏 把饼干跟果酱混合在一起 混到它完全可以捏成一个球围子 就这样把饼干 祸一祸捏一捏捏成一个又一个的小球 其实一百克的饼干穴大概可以做成十个小球 大小掌握在一口一个就好 可老师说捏太大反而容易生腻哦 躲圆形的球做出来那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把它改成可爱的造型 先裹一层糖粉 糖粉你可以分一点点可可粉 那分好以后我们再做加工的动作拿牙签 牙签的尾端 刺下去 因为我们要做马铃薯 做马铃薯的话总要有一点点像马铃薯的样子 牙签沾上可可粉就这样刺上去 看到了没有 经过加工的碎屑饼干 不到五分钟就完全变身了 看看这些可爱小巧的马铃薯 保证一端上桌立刻秒杀 再也没有饼干库存的问题了